她是搏击冠军,曾一脚踹飞无精,红金宝对她的功夫赞不绝口,大家都很喜欢看功夫片。 自从李小龙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功夫之后,中国出现了很多功夫巨星,要说在国际上比较有知名度的,数一数二的就是成龙和李连杰了。 成龙年轻的时候和红金宝合作过多部电影,比较出名的就是A计划之类的电影,红金宝也是一个功夫巨星,他几年来几乎不再拍摄电影。 然而,我的特工爷爷里面精彩的演出还是让人感叹宝刀未老,其实红金宝曾经公开表示很佩服一个人,还坦然说自己打不过,那个人就是周比利,尽管周比利名气不大,但是功夫的真的很好,而且长相拥有一丝邪气,因此经常演一版派乌龙小子闯情关。 中周比利,有一幕就是将吴景一脚踹飞了,其实这不是特效,而是实拍握,大家对于他最深的印象,小必就是金武英雄,他和李连杰的呆戏,真的是十分精彩。 他60岁起零币依旧突出,红金宝曾公然表示自己不是他的对手,周比利在24岁就获得自由搏击冠军,因此他的实战能力无庸置疑,所以他反应极为灵敏。 很多舞蹈明星都是这位拍摄,遇到周比利都吃了苦头,因为他很多时候的反击都是下意识的,所以出现了不少误伤情况,李连杰都曾为其误伤过。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,李连杰生病了,出现暴瘦,红金宝也坐了轮椅。 但是溜,零岁周比利,依旧身体健硕,其零比更是幸苦不已,本文是编者辛苦马出,资料自律网络,灵感来自于老中,截止赚早日,内容皆是最新资讯。 本文是编者个人观念,如有意义,欢迎下方评论,由此可见,周比利在不拍戏的时候,依旧没有放弃锻炼,才能保持自己的好身材。 你喜欢周比利吗?你印象最深刻的,是他的哪一部戏呢?